好 下我们看第二考点 职工代表的问题 这是考试的重点 但是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呢 该如何理解 我们直接画张图看一下 大家需要区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呢是监视会 谈到监视会的话 大家记住两字 所有 你所有的监视会 不管是有限的人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只要你设监视会的 就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而且比例的话呢 是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不能低于监视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监视会看的是所有 然后第二层次 是关于这个董事会 董事会的话呢需要区分 如果是股份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 在他的董事会中 可以有职工代表 也可以没有 再看一下第二层次 如果是有限的人公司 还需要分叉 有限的人公司呢 如果是一般的 有限的人公司 说兄弟三个 成了一个卖东过的公司 或者成了一个卖西过的公司 私人公司 在他董事会中 可以有职工代表 也可以没有 但什么情况必须有呢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是国有独自公司 第二种情况 是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 或者两个以上的国有投的主体 这是国有类型的 有限的人公司 在他的董事会中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但是呢 受三分一的限制吗 说必须有 但只要呢 大约等于一个人就可以 这块不受三分一的限制 这是职工代表的问题 监事会 看的是所有 董事会呢 看的是国有 只有两个特殊的 国有类型的 有限的人公司 在他的董事会中 才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那么讲到这问题 咱们直接举个例子看一下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咱们驻快09年 十年前考的一个单选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他说国有独自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中 说必须有职工代表 看到这的话呢 没问题 因为这个所有的公司 在监事会中 说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然后这个国有独自公司 在董事会中 也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所以必须包括 没问题 但是后面一句话 并且其比例 不管是在董事会中 还是在监事会中 说职工代表的比例 均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这就错了 因为在监事会中 职工代表的确呢 是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但是在董事会中 只要大约等一个人就可以 他不受三分之一的限制 A不能选 再看选项B 说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 投的设立的有限的人公司 在董事会中 说可以没有职工代表 就不用看了 因为他在董事会中 是必须有职工代表 选C 他说没有国有投的主体 投的设立的有限的人公司 他说在董事会监事会中 都可以没有职工代表 对吗 私人公司在董事会中 可以有也可没有 但是监事会中 必须有职工代表 ABC都错了 选D就可以 选D 他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 说可以有职工代表 但是监事会中 是必须有职工代表 而且比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题的话选D就可以 职工代表的问题 把刚才那张图看懂 把这个题目看懂就可以了 好小看第三个考点 股东会的会议制度 这个考点也是三个型号 但是是考小题目 三个型号 或者八个型号 大家需要区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法定事项指的是必须这么干 然后第二层次是先约定 后法定 对法定事项四个法定 第一 首次股东会 必须有出自最多的股东 召集和主持 这是法定的 在这本教材里边 只有这一处 跟最多两字有关系 是出自最多的股东 召集和主持 那么以后的会议 所以召集和主持呢 他是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主持 这个搞清楚 是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主持 关键是董事长 被大风吹走了 这么处理 是由这个副董事长主持 他如果副董事长 吃冰棍吃多了 肚子疼了 怎么去处理 是由半数以上的董事 他推进名董事来主持 半数以上是大于等于二分之一 由半数以上的董事 推进名董事主持 这是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主持 他如果董事会不管 不管的情况下呢 他是由监事会 监事会呢 召集和主持 但如果监事会的话 也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 是 这个大于等于百分之十的股东 他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所以这个先后顺序问题 告清楚 只有董事会不管 监事会也不管的情况下 大于等于百分之十的股东 可以自行召集主持 但这个百分之十 看的是人数吗 是表决权 这是召集主持的问题 然后第三 临时股东会的召集条件 这个必须清楚 第一个条件 是大于等于百分之十的股东 看的是表决权 但第二条 大于等于三十一的董事 提召开 然后第三 是监事会提召开 如果你设监事会了 必须是监事会提召开 如果小公司 我没设监事会 就是了一个监事 这一个监事 也可以提召开 那么这个问题 它可以单独 靠你多选题 咱们前面讲到 那个解散诉讼的时候 什么情况解散 什么情况下 请求公司回购股权的时候 也讲过 你就持有8%的表决权 有权提议召开 临时股东会吗 这个不行 再看第四个法定 是股东会的特别决议 首先需要搞清楚 这个特别决议事项 包括四条 第一个是修改工的张厂 第二是增减助的资本 第三合并分的解散 第四是变更 工作形式 有限变股份 这四个属于特别事项 对这个特别事项 怎么做决议呢 大家需要区分 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 它是需要经过 代表全部表决权 三者以上的股东通过 是代表全部表决权 三者以上的股东通过 但如果是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 通过这四项特别决议的时候 它是由 这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者以上通过 这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例如 他告诉你 ABCD 这四个股东 他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一百万 A的话呢 任教的出资 六十万 B任教的出资 二十万 CD的出资 分别是十万 他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A肚子疼 没有去 说BCD的话 他们各三 出席会议了 越聊越高兴 相见恨晚 最后一致决定 修改功的章程 行吗 修改功的章程 这是股东会的特别举 必须代表全部表决权 三者以上的股东通过 你BCD呢 你的表决权 只是百分之四十 想造反 行吗 这个不行 这是全部表决权 三者 然后再看一个解释 他说如果有限变股份的 他折合的 实收贡本总额 不能高于有限责任公司 他的镜子产额 所以这点搞清楚 什么意思呢 他本来是有限责任公司 他变更成股份公司 如果有限责任公司 他的镜子产是八千万 然后这个股份公司 就折合的实收 股份总额 是不能够高于这个八千万 这个 谈到这个问题呢 咱们筑块 在很早以前 二十年前 1999年的时候 曾经考过一次单选题 然后看一下第二层次 是先约定后法定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注意两条 第一个呢 是关于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这个表决权 咱们前面说过 有限的任公司 表决权分红权 还有增资的时候 优先认购权 都是相看呢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是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 再按第二个 如果是会议通知的时间 召开股东会 需要多少天通知呢 先看公司张成 或者群体股东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约定的是39天 就是39天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法律规定 是提前15天通知 这个先后顺序问题 大家必须搞清楚 好 现在咱们举几个例子 消耗一下 先考第一题 根据规定 有限的人公司股东会 下列决议中 必须经代表 三分之以上 标签股东通过的 有什么 考的是哪个属于 特别事项 选A 修改工的章场 然后选B 决定利润分配发案 这个不能选 这是一般决议 选C 对外提供担保 这是一般决议 然后选D 是增加注册资本 这是特别决议 这是第一题 好 先看下第二题 某有限的人公司 股东加以丙定 分别持有的股权 是5% 20% 35% 和40% 他告诉你股权了 他说该公司张成 对股东 行使表决权 他没有做出特别约定 说明 就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 他说根据规定 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 要什么 看选A 说贾可以提早开股东会 临时会议 行不行 因为这个股东 是大于等于10%才可以 这个假的这个表决权 他只是5% 这个不行 然后选B 说只有丁 可以提早开股东会临时会议 对吗 说丁的话 自己 他的确40%的表决权 他提可以 但是他说 只有丁 能够提 这就错了 你为什么呢 除了丁之外 人家这个乙跟丙 都大于等于10%了 所以这个B的话呢 也不能选 再选C 他只要丙跟丁 表示统一 股东会就可以做出 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 增加注册资本 的确属于特别决议 需要经过代表全部表决权 3%以上的股东通过 这个丁跟丁的话呢 他们哥俩加一块 加一块是75% 所以这个没问题 只要他们哥俩同意 别人反对 无效了 然后选D 说只要乙跟丁表示同意 股东会就可以做出变更 公司形式的决议 行不行 变更形式 这是特别决议 但是乙跟丁加一块呢 它只是60% 60%到三根了吗 没有 这小学算数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只有C的说法 正确 选C就可以 好笑看第三题 他说甲乙丙三人 共同出资500万元 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甲乙各出资40% 丙出资20% 说该公司张成 约定的下来条款中 符合规定的又什么 这对进贡的什么呢 约定法定的问题 就是张成本身的约定 哪个是符合规定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个事项是法定的 公司张成不能越雷尺半步 不能踩地雷 但如果这个事项 是先约定后法定 则公司张成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谈不上踩地雷的问题 它的类似的问题 咱们前面讲合伙协议 说讲这个合伙企业 说他们各四个 说拟定了一份合伙协议 在合伙协议中 约定了下列条款 其中哪个符合规定 跟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看选A 说股东会表决室 这个甲乙比 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 一看是表决权 说明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他可以约定 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 也可以约定 不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 这会不会踩地雷 然后选B 说召开股东会会议时 尽量提前20天 通知全体股东 会议通知的时间 是先看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你说 不管是提前20天 还是提前38天 还是79天 你随便约定 所以这个B的话 没问题 选C 公司分配利润时 说并有优先分配权 说公司当年利润 不多10万的只给饼 超过10万的加一饼的话呢 按照出资比例分配 行不行 这考的是分红权 有限的人公司 讲分红的时候 他是先看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法律资规定 按照实角的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 所以C的话 没毛病 然后选D 公司解散清断之后 如有剩余财产 加一饼 按照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 这么约定 没问题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选ABCD 就可以 这是约定法定的顺序问题 好想看 第四个考点 董事会的组成 这个考点 的确是三个型号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董事会的组成 有限的人公司 董事会成员 是3到13人 注意这一块 3到13个 因为股份公司 是5到19人 再第二条 这个董事会 设董事长一人 副董事长必须设吗 副董事长的话呢 他是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副董事长 然后第三 这个有限的人公司 董事长副董事长 他的产生办法 是由公司章程规定的 章程爱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 然后第四条 这个董事任期 是由公司章程规定 但每届任期 不能超过三年 什么意思呢 法律给他先画了一个小圈 在小圈内 你有自由 什么意思呢 只要不超过三年 你怎么约定都可以 比如章程规定 说任期两年 可以 任期三年 可以 任期四年 踩地雷了 就不行 只要不超过三年 就可以 连选可以连任 就是连任的一辈子 行不行 可以 这是董事会的组成 然后再看一下 说董事监事 任期届满 如果没有及时改选 或者董事监事呢 中间不想玩了 像辞职 辞职的话呢 如果因为他辞职 导致人数 对于法定人数的时候 因为这个法定人数 最少要大约等于三个人 因为这个董事会 董事会呢 他是三到十三人 然后监事会 只有下线 大约等于三个 如果本来就三个人 你在一个辞职上两个 导致对于法定人数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坚守岗位 等有人接替你的时候 才能走 这个大家稍微住下来就可以 再看第二个问题 是小公司的特别规定 首先 什么叫小公司 多小算小 有数量标准吗 没有 只要人数交少 或者规模交小 是小公司 小公司的话呢 大家注意 对这个董事会来说 他可以设董事会 也可以不设董事会 如果设董事会了 我就两个董事 这不行 既然你设董事会了 这个人数呢 就是三到十三人 如果不设董事会 我只设一个执行董事 这是可以 对这个执行董事呢 他可以担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吗 咱们讲三选一的时候 要法定代表人 按照张成的规定 是由这个董事长 执行董事 或者总经理担任 因此这个执行董事 张成可以规定 让他当然法定代表人 但这个执行董事呢 也可以兼任公司总经理 再跟小公司谈到这个监事会 监事会呢 他可以设监事会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如果你设监事会了 这个人数呢 是不能少于三个 而且你敢设监事会 就必须包括这个职工代表 因为所有的监事会 只要你设监事会了 就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而且比例的话呢 是不能低于这个三分之一 但如果小公司 我不想搞那么热闹 我不设监事会 可以 只设一到两个监事 就可以 我没设监事会 就可以不考虑 职工代表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让这个股东代表 担任监事 是可以 但如果你设监事会了 就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而且比例的话 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是由职工自己选 自己换的 通过职工大会 或者职工代表大会 来选举更换 这是小公司 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那么讲到这跟什么结合呢 如果是董事 或者执行董事 他的任期呢 是不能超过三年 但是这个监事任期呢 注意监事任期 他法定制必须是三年 他必须是三年 什么意思 这个监事任期只能是三年 就每届任期只能三年 你张成规定两年 不行 三年可以 四年也不行 谈到这个问题 咱们举个例子在小话下 他说 贾一柄三人 共同出的八十万 是了一家有限的人公司 其中贾出的四十万 以出的二十五万 柄出的十五万 公司成立之后 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会议 他说有关本子会议的下的情况中 符合规定的 有什么 看选A 他说会议 由贾召集合主持 这个说法 正确 由这个首次股东会 必须由出自最多的股东 召集合主持 然后选拥B 说会议决定 这个不设董事会 由贾担任 执行董事 贾位公司法定代表人 行吗 可以不设董事会 只设一名执行董事 说执行董事 必须是最大的股东担任吗 没有这个要求 说不管是贾担任 已担任都可以 然后这个贾 是法定代表人 行不行 因为这法定代表人 是三选一 他没有踩地雷 你那B的话没问题 然后选C 说会议决定 不设监事会 只是一名监事 由已担任 行不行 又没设监事会 就可以不考虑 职工代表的问题 但任期两年行不行呢 如果你这个董事任期两年 可以 监事任期 法定的 必须是三年 C的话采贴来了 然后选D 会议决定了公司的 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因为这个考的是股东会 股东会呢 他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这个没问题 然后投资方案是决定的 投资方案是董事会决定 所以这个题的话 把C排除就可以了 好笑话看一下 第五个考点是一人公司的特别规定 这时候也是三个型号 还是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需要清楚 首先呢 大家需要清楚呢 这个修订后的公司法 指的是13年那块 修订的时候 他取消了原来 说一人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10万 现在的话 没有最低限额的要求了 把10万这事取消了 而且以前规定 说这个一人公司的股东 不能分期出资 把这个规定也取消了 说明就算是一人公司 他的股东照样可以分期缴纳出资 然后看一下第一条 计划生育政策 讲计划生育政策 需要盯住 它仅限于自然人 需要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就一个自然人 他只能投资设立一个 一人公司 这是计划生育 然后该一人公司 不能再投资设立新的一人公司 这叫段子绝孙政策 但是仅限于自然人 不包括法人 然后第二点 一人公司在公司登记时 必须注明到底是个人赌资 还是法人赌资 并在营业执照中 需要载明一个公事原则 然后第三 一人公司 必须制定公司章程 必须制定 需要这个股东 来制定公司章程 然后第四点 是组织机构 注意一人公司 将组织机构的时候 无非是三会的问题 第一个 这个股东会 他不设股东会 一个股东 你开会的话 你对着镜子才是俩人 所以不设股东会 但是股东会呢 咱们讲十项之权 你这个股东在行事这个职权的时候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比如决定发行公司债券 或者决定修改工的章程 做出书面的一个决议就可以 再第二个是董事会 董事会呢 一人公司股东人数交少 这肯定是交少 所以董事会呢 他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董事会 然后监事会呢 也是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监事会 这是组织机构的问题 然后再看第五 说一人公司 必须在每个年度结束时 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是必须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而且必须经会计数据审计 这是必须审计的 然后第六条 说法人人格否定原则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一人公司 在正常情况下 他就是法人 既然是法人 所以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什么情况下 否定他的反身格呢 如果一人公司的股东 股东的话 都不能证明 不能证明什么呢 哪个是公司的财产 哪个是你自己财产 你自己都不能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对公司照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你正常情况 你能证明的情况下 他是法人 法人是公司 以公司的全部财产 对公司照承担 有限责任就可以 现在你不能证明 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 这个第一种情况 否定他的反身格 再看第二种情况 是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公司呢 都有一个法人 人格否定的问题 他如果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 目的是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利益的 这种情况下 折腾的股东 就需要对公司照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法人人格否定 什么意思呢 ABC这三个股东 他成立假公司 首先呢 他出的之后 纷纷抽讨出资 先抽讨 然后呢 这个公司向银行 借款一千万 采取这个虚假合同 然后 说这块我们有一个商业机会 向银行贷款 钱到了之后 这哥仨买冰棍 自己吃 吃的都发冷 然后到期 不能还钱 当这个银行 找到要钱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们公司 全部财产 现在是零 而且我们公司 是法人 拿全部财产 承担 责任 这行不行 如果你干的是人事 我承认你是法人 你干的不是人事 我就不承认你是法人 因此如果股东 他滥用法人 独立地位 和股东 有限责任 目的是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 债群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哥仨折腾 哥仨对公司 照顾承担 连带责任就可以 这是所有的公司 都有人格否定 但是一人公司呢 是一加一 这两种情况 都否定他的 发人人格 然后他们举两个例子 消化一下 现在第一题 他说刘某出的12万 设立一个一人公司 公司存续期间 刘某的下载行为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看选A 说决定 尤其本人 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和法定代表人 这行不行 你一人公司 给自己爱封个什么官 封个什么官 没问题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你要盯住 这个法定代表人 可是有一个三选一的问题 你这个自己担任总经理 和法定代表人 这个没踩地垒 没事 但如果你有本人担任 副董经理和法定代表人 就不行 就这个法定代表人 他只能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或者总经理 这是选项A 你的符合规定 然后选项B 说决定了 用工作盈利 在头的时候另有一任公司 这是违反了 段子决孙的政策 B的话不行 因为你一人名下 只能有一个一任公司 然后选C 说决定不制定工作张成 对吗 是必须制定工作张成 然后选D 说决定不编制 财图就报告 错了 是必须编制 财图就报告 必须经过审计 选A就可以 好 下来看一下第二题 这根据规定 他下来问一任公司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看选A 他说一个自然人 只能偷的设立一个一任公司 而且该一任公司 说可以再偷的设立新的一任公司 这个说法错了 再看选B 说一任公司 必须在公司登记是注明 到底是自然人赌资 还是法人赌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看选B 说一任公司的设立是股东 说必须一次性足额缴纳 这个出自额 对吗 现在允许分期处资 C的话不能选 然后选D 说一任公司的股东 必须对公司招要承担 连带情长责任 对吗 不是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这个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 以认脚的出的为信 承担有限责任 只有特殊情况下 只有我不能证明的时候 才否定法人口 但是第一说 说所有的情况下都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说法是错了 这个得选B就可以 这是一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好笑看下第六说考点 是国有独自公司的特别规定 那么这个考点那肯定是三个型号 大家必须清楚 首先呢 看一下第一个股东会的问题 股东会呢 因为是国有独自公司 他只有一个股东 他肯定是不设股东会 关键是呢 前面讲股东会的十项职权 有谁行使呢 有股东行使 谁说股东呢 由国资委来行使这个职权就可以 但第二条 说国资委呢 他可以授权董事会 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 那十项职权里边 其中可以授权董事会 行使部分职权 但是有三个事 必须由国资委自己决定 不能授权董事会 第一个是合并分离解散 然后第二是增减住的资本 第三是发行公司债券 这三个事是必须由国资委决定 然后第三条 如果是个重要的国有独自公司 什么叫重要呢 不用管 初得老师会告诉你 说这个公司是重要的独自公司 你防守的时候就要盯住 如果是重要的 有几个事 合并分离解散 申请破产 和企业改制 这五个事 是一道生死存亡 他必须报本级政府批准 前提是重要的独自公司 这五个事项 必须报本级政府批准 这是呢 关于这个重大事项的问题 咱们第六章讲 后边讲第十章 还有再讲第二遍 大家看第二个问题 是董事会 董事会的问题呢 这点该怎么去理解 画张图看一下 首先 国有独自公司 我就一个股东 董事会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对吗 这个不是 董事会呢 是必须设的 是必须设董事会 而且在董事会中呢 是必须包括 这个职工代表 必须包括 也说过 国有独自公司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但是人数呢 只要大于等于 一个人就可以 由这个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 是由职工代表大会 他选举更换 然后其他的董事 怎么产生 其他董事呢 是由股东会 选举更换吗 他不设股东会 所以这个 其他的董事呢 就是由国资委 来指定就可以 但第二点 这个副董事长 怎么去处理 他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副董事长 所以讲 第六章 只要是中国人的公司 副董事长 都是可有可无 他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副董事长 然后第三点 这个董事长 跟副董事长 他的产生办法 怎么去处理 前面讲到 如果是一般的 有限的人公司 董事长 副董事长 的产生办法 是由公司 章程规定 就可以 章程爱 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 但这讲的是国有独自公司 董事长 副董事长 怎么产生了 他是由国资委 由国资委呢 从这个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由国资委指定的 所以这三条 大家需要搞清楚 事没完 然后再看一下第四条 国有独自公司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就是董事跟高管 如果未经国资委统一 他不得在其他任何企业兼职 他的所有的董事和高管 你不管是董事长 还是一般的董事 还是高级管理人员 什么叫高级呢 总经理 副董经理 和曹福德人 董事高管 未经国资委统一 不得在其他任何企业兼职 你不管是同类的 还是不同类的 不管有没有竞争关系 都不行 然后第五条 国有独自公司 他肯定是设总经理 是肯定设总经理 然后有董事会 批认或者解聘 那么讲到这问题 老师为什么一直讲呢 大家需要盯住 这个总经理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必须设总经理 他是必设机构吗 需要区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如果是国有独自公司 他是必设的 必设设总经理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个股份公司呢 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上市公司在内 所有的股份公司 是必设设总经理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这么处理 兄弟三个 是那个卖东国的 卖南瓜的 有限的人公司 这个总经理 他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我不设总经理 设一个什么欧 什么CEO 什么总裁 行不行 这是可以 但是国有独自公司 和股份公司 必须设总经理 然后第六条 说经国作为统一 董事会成员 他可以兼任公司 总经理 就是一个某一个董事 说经过同意 董事长 或者一个普通的董事 他可以接任公司的 这个总经理 这是可以 但是呢 这个董事高管 能接任监事吗 监事的话 董事高管 绝对的不能带人监事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这是董事会的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第三 监事会 监事会的话 这个问题 怎么去处理 首先 他就一个股东 必须设监事会吗 如果是一人公司 或者别的小公司 监事会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但是国有独自公司 必须设监事会 而且异常重要 因为他怕国有资产流失 怕请的那些董事高管 不好干活 所以必须设监事会 而且监事会的人数呢 要大于等于五个人 这个特殊 因为这个一般的公司 监事会成员 只要大于等于三个就可以 他这是大于等于五个人 在这本书里 只有他 大于等于五个人 后面讲上市公司 监事会成员 还是大于等于三个就可以 再看第二点 在监事会中 是必须包括 这个职工代表 因为这个所有的监事会 都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而且人数呢 是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然后第三 是监事会主席 怎么产生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确分 如果是一般的 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会主席 怎么产生 实际上不管是 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公司 监事会主席 都是监事会 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择产生 只有国有独自公司特殊 他的监事会主席 是由这个国资委指定 所以看到这发现 对这个独自公司 不管是董事长 副董事长 还是监事会主席 这几个大头 都是由国资委指定的 然后再强调一下 只有他这块特殊 然后别的公司 你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线公司 监事会主席 都是选择产生 全体购办数 选择产生 只有他这块指定 在讲到这儿呢 帮大家总结一下 关于这几个头 它的产生方式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一般的 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首先 这个董事长 怎么处理 副董事长不说了 他可以不设 董事长的话呢 他的产生办法 是由章程规定的 章程爱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 但是呢 一般的公司 这个监事会主席 怎么产生的呢 他这一块 是选举产生 全体过半数 选举产生 再看第二层次 是国有独自公司 独自公司呢 不管是董事长 还是这个监事会主席 怎么产生的呢 他这块都是由国资委指定的 他都是指定 然后第三个层次 如果是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的话呢 需要区分 如果董事长 和副董事长 怎么产生了 他是由董事会 选举产生 只要选举 全体过半数 选举产生 然后他的监事会主席 怎么产生 主席的话呢 也是由监事会选举产生的 这是这三个类型的公司 讲到董事长 监事主席 承认方式是各不相同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再看第四个 是公司张场 前面讲一人公司 他是必须制定公司张场 那么国有独自公司 那肯定是需要制定公司张场 谁制定呢 正常情况 是由国资委制定 或者董事会制定之后 报国资委备案吗 是需要经过批准才可以 这是国有独自公司的问题 然后看一下表6到5 那么这个表帮你总结的是呢 这个不同类型的公司 这些组织机构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人公司 就一个股东 卖西国 一人公司呢 首先肯定不设股东会 然后董事会 可以设可以不设 监事会呢 也是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然后总经理 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这是一人公司 也要简单 然后再看一下 如果是有限的人公司 指的是两个以上的股东 指的2到50人 首先股东会 只要你两个以上的股东 股东会是必须设 然后董事会 监事会呢 前提是小公司 人数较少 小公司的话呢 是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但是总经理呢 也是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再看第三 是国有独自公司 独自公司 首先股东会 他肯定不设 然后董事会 是必须设 监事会 必须设 总经理的话 是必须设 然后最后一个 是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的话 就正规了 所以呢 不管是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理 全套的必须设 这是组织机构 是不是听懂了 咱们举几个例子 看一下 现在第一题 他下来关于 国有独自公司的表录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看选 说国有独自公司 说不设股东会 由国资委 行设股东会 执权 这个说法 正确 当然选择B 说国有独自公司 董事会 或国资委授权 他可以决定公司 合并事项 对吗 有三个事 必须是由国资委决定 不能授权董事会 第一个是合并分的解散 然后第二个是增减注册资本 第三 发行公司债券 然后选项C 他说国有独自公司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是由国资委委派 对吗 职工代表是职工自己选 自己换 其他的监事 才是国资委委派 C的说法是错的 然后选D 说独自公司 董事会中 说全部是由国资委委派 对吗 因为他的董事会中 是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是职工自己选 自己换 其他的董事 才是国资委派 所以这个题只有A的说法 正确 选A就可以 好 看一下第二题 他说中国公民甲乙饼 共同设了一个 有限的人公司 根据规定 说该公司 必须设的组织机构什么 咱们刚才讲过那个表 说哪个是必设的机构 首先就三个股东 人数交少 董事会 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监事会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股东会呢 有你三个股东 是必须有股东会 然后这个职工代表大会呢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就 就五个职工 五个职工的话 还用开职工代表大会吗 不用 如果你五千个职工 可以呢 开职工代表大会 从五千个职工里边 选出五十个代表 这是可以 所以这是这个第二题 好 下来看一下第三题 他说某有限的人公司 共有股东三人 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中 该公司必须设置的机构 是什么 董事会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股东会必须有 监事会 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总经理的话 可以设 也可以不设 这个题选币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四题 他说假公司 是国有独自公司 其董事会 做了在下列决议中 符合规定的什么 他是独自公司 然后董事会 做出的决议 看选A 说批任张某 为公司总经理 这一考到什么呢 独自公司 是必须设总经理 总经理 是由董事会 批任 或者解批 A的说法正确 然后选B 增选职工王某 为公司董事 行不行 他的董事会中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但是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 是职工自己选 自己换 你不能说董事会 董事会的话呢 选举更换 董事 这个不行 就算是其他董事 非职工代表 也不是由董事会 选举更换的 是由国资委委派的 然后选C 批准董事林某 兼任 以公司 总经理 这行不行 你这个独自公司的 这个董事跟高管 未经 未经国资委 统一 不能在其他任何企业 兼职 你这个董事会批准 不行 然后选D 说决定发行公司债券 500万 发行公司债券 由谁做决定呢 是由国资委 做决定 董事会不行 所以这个题选A就可以 好笑笑看一下 这个第五题 第五题大家需要仔细看 说假以呢 两个国有企业 共同设立丙 有限责任公司 他说下来 关于丙这个公司 组织机构的表示中 不符合规定的什么 本来这题叫难 人家问的是 哪个不符合规定 对于这个题 首先你告诉我 丙这个公司 是国有独自公司吗 什么叫独自啊 一个股东叫独自 什么叫独生子啊 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丙的话呢 人家不叫独自公司 然后看选A 说丙公司 在监事会中 说必须包括 职工代表 对吗 监事会看的是所有 所有的监事会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A的说法正确 但不选 再来选B 说丙公司董事会中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行不行 丙公司的身份 什么呢 他不是独自公司 但是他是第二个特殊的 他是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 投的设立的有限的人公司 在董事会中 必须包括职工代表 说法正确 然后选C 说丙公司的董事长 必须由国资委指定 对吗 如果是独自公司 由国资委指定 他还是一般的 有限的人公司 所以这个董事长的产生办法 是由章程规定 谈不上指定 C的说法 错了 然后选D 说丙公司 监事会主席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举产生 他毕竟是一般的 有限的人公司 他不是国有独的公司 所以他的监事主席 选举产生 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选这个C就可以 好笑看第七个C的 约定跟法定的关系问题 讲的这个C的 前面我们讲到呢 这个合伙企业的时候 就讲的约定事项 跟法定事项的问题 讲的这个C的 需要大家高度重视 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具体的法条 大家自己慢慢去看 现在呢 我们画上图 画图需要盯住呢 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呢 这个事项 如果是法定的 法定的话呢 就必须按照法定要求 这个公司章程 不能越来迟半步 法定的包括N条 啊 例如讲到监事的任期 他法定的必须是三年 只能是三年 公司章程如果规定 两年不行 四年的话呢 也不行 这是第一个层次 然后第二层次 这个事项呢 是先法定 后约定 总共有四条 啊 这四条第一个 他如果公司 这个对外投资的时候 咱们去处理 他没说 投的计划 投的方案的问题 只是说对外投资 怎么做决议呢 法律给他画了一个小圈 在小圈内 有自由 你随便挑 可以是董事会 也可以是股东会 但是不能出圈 但第二点 如果是这个为他人提供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处理 还是二选一 它可以是董事会 也可以是股东会 但是如果是公司 为股东 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就必须有股东会 做出局 然后第三 是想法定代表人的时候 这个三选一 咱们说好几遍 然后第四点呢 是关于这个董事的任期 它是不能超过三年 先画小圈 在小圈内有自由 但是你不能出圈 如果约定四年就不行 但是两年呢 这是可以 然后第三个模式 是先约定 后法定 那讲的这个问题 总共包括五条 五条里边 其中前三个 咱们反复强调 对有限责任公司 它的分红权 然后增资的时候 优先认购权 还有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这个表决权 这三个事项 是相看呢 这个公司章程 事先有没有规定 没规定的时候 按照出资比例来行使 当然呢 这个讲分红权 还有增资的时候 它明确规定 按照实角的出资比例 然后第四呢 召开股东会的时候 这个会议通知的时间 是先看一下 公司章程 或者权利股东 事先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 才是提前15天通知 然后最后一处呢 是关于这个 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 是先看公司章程 事先有没有规定 你爱怎么规定 怎么规定 谈不上踩地雷 如果没有规定的时候 法律才规定 需要经过其他股东 过半数通过 大家把这张图 需要搞清楚 然后看题目怎么去出 这三种类型 如果是法定事项 不能越雷尺半步 如果是先约定 后法定 不能出小圈 就可以 但如果是先约定 后法定 肯定不会踩地雷 前天是制定工的 章程的时候 该咱们去处理 讲到这儿呢 关于这个第五单元 我们就讲完了